27岁那一年 红班信郎仓攻击到我的邪小板 造成我左半身就有痰痪 或许是上帝他要我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我是不是能够帮助到别人 坐轮椅又如何 我看到我自己现在还拥有什么 那我能够把这个拥有的东西更放大 这样子就很有意义啦 坐着轮椅去圆梦 黄欣怡与您真情分享 黄欣怡与您真情分享